上周踩在日本现身的黄仁勋马不停蹄又回到美国亚特兰大 准备出席超级运算大会 没想到这时候市场传出杂音 美国科技新闻网站The Information 引述知情的消息人士报道 Blackwell GPU连接设计搭载多达72个晶片的机架伺服器时 出现过热情况 根据了解 回答目前已经延迟交付有关产品 并且要求供应商变更设计解决过热问题 上一次的延迟出货回答已经解决 但这一次回答客户已经开始担忧 可能没有足够时间来启动新的数据中心 回答发言人透过声明回应强调 回答正与领先的云端服务供应商合作 工程上有迭代不仅正常 也符合预期 但可以预料的是 在11月20回答财报上会是投资人关注的重点 目前外资一片看好回答财报 海通国际证券调升目标价到168美元 摩根士丹利也把回答股价预期升到160美元 市场现在引颈期盼回答财报 能够重整多头士气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2024洛杉西汽车大展 最近正式公布了完整的活动议程